山海林泉 滨海之城 鲍鱼圈到底是个什么泉 银菜都有哪些花样 出海打鱼 赏海上美景 体验渔民生活 品尝创意鱼家菜 辽宁银口的夜市里 藏有哪些美食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辽宁省银口市 是东北最早的开步通商口岸 银口市的鲍鱼圈区 是东北腹地 最近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曾经的小鱼村 变成现代化的海港城市 港产城融合 这里的自然风光 更是美不胜手 我们现在在海滩上 散着布 赏着夕阳 感觉是特别的惬意 可以看到 这个沙滩上特别热闹 有很多人在赶海 我们这次银口之行 也请到了我们 银口市鲍鱼圈区 新闻传媒中心的记者 冷家童 作为我们的美食向导 是的 欢迎大家来到银口 来到鲍鱼圈 我们看到远处的 非常端庄美丽的人像 是我们鲍鱼圈的 标志性建筑 鲍鱼公主 我们鲍鱼圈可以说是 人结地灵 山海林泉 一营俱全 而且我们这里的夜生活 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尤其是在夜市当中 有很多的小吃 尤其是海鲜 我最喜欢吃海鲜了 那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吧 家童带我们打卡的第一站 是远大美食广场 据说这里是本地人 最爱逛的夜市了 烟火气十足 各种小吃让人眼花缭乱 鲜切羊肉串吃得放心 烤鸡架热热闹闹 很有东北特色 这么多美食 我们先吃哪个好呢 这海火爆大鱿鱼啊 营养美味 就是这个味儿啊 味道刚刚啊 你吃料没毛病啊 吃自己的鱿鱼 让鱼馋去吧 这位激情豪迈的大哥 正在做烤鱿鱼 大小不一的鱿鱼 摆在摊位前 都逃不过大哥的铁板 上下翻转 滋滋冒火 用铁板压过的鱿鱼 更加入味 再撒上烧烤调料 看上去十分诱人 满事 看这个鱿鱼 比我的脸都大了 然后感觉吃起来 一定很过瘾 很爽 来尝一口 先尝一下这个鱿鱼薯 好吃 它这个酱料啊 酸酸甜甜的 然后还有一点点 辣的那个味道 特别好吃 鱿鱼的肉质也很QQ弹 很鲜美 烤生蚝烤烤扇贝 绝对是我们八千 夜市销量榜的第一名了 我们渤海湾的生蚝和扇贝呢 都是其他城市所不能比的 它这个肉质呢 是特别的肥美 而且吃到嘴里呢 也是特别的鲜甜 我们来试一下 来试一下 老板给我们来几个 烤生蚝烤扇贝 在肥厚的生蚝里 放上粉丝 再放进蒜蓉 配上葱花小米辣 浇上蜜汁酱汁 扇贝也是一样 烤得咕嘟咕嘟哟响 旁边还有花甲粉 浇上海鲜汁 看起来十分诱人 最多一次能吃 十个到二十个吧 那么多呢 对啊 因为这个在海边生活嘛 咱们这个海鲜也比较便宜 让我们赶紧来尝尝 大海馈赠给我们的礼物吧 这个扇贝啊 在吃的时候 要把这个蒜蓉和这个粉丝呢 搅拌一下 然后和这个扇贝肉一起 一口试下 怎么样 感觉是就是 吐露吐露的就吃进去了 然后这个扇贝的味道 特别香 肉非常的饱满 很大一颗 天色渐渐深浪 夜市里的热闹刚刚开始 家童告诉我们 刚才的美食只是台味小菜 接下来我们要去见识 真正的海鲜大餐 旺角海鲜大吉 是一家能用餐的海鲜大市场 在这里 消费者可以一站式构齐海鲜 还有专业厨师现场 加工海鲜进行烹饪 海参 海螺 皮皮虾 帝王蟹 龙虾 看上去十分鲜活 真是让人挑花了眼啊 那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是海胆 我认识啊 对 它又名叫做海刺猬 大家都知道我们辽宁有辽参 其实我们辽宁的海胆 也是非常有名的 可以看到它在蠕动啊 这个刺儿 对 选海胆呢 也一定要选它这个刺儿 蠕动得比较大的 因为这样的海胆才鲜活 海胆是辽东湾的招牌海鲜 尖壳之下必有美味 把鲜活的海胆剪开 在尖刺硬壳下 壮似橘子瓣黄色的海胆黄 不仅肥内鲜美 还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据说最新鲜的海胆 一定要生着吃 直接可以生吃 直接可以吃 也可以蘸一点拉根 你看看 这个感觉吃到嘴里 像一种冰激凌的口感 特别的滑嫩 特别的顺滑香甜 对 而且它一点都不腥 新鲜的海胆口感鲜甜 入口即化 犹如奶油冰激凌般顺滑 接下来 这个海鲜的造型 可是很奇特的 这个我是头一次见过 这个叫海肠 我们渤海湾是全国海肠的主产区 虽然说它看起来不太好看 但是它在我们当地 属于是名贵海鲜之一了 而且它的营养价值呢 跟海参相比 也是毫不尽色的 海肠长相奇丑无比 但却是沿海地区的名贵海鲜 被称为海上软黄鲜 名贵的海鲜早已被我们沿海地区居民 吃出接地气的味道 要烤着吃 把海肠穿上串 放到烤架上刷上油 再撒上烧烤料 只需半分钟就烤好了 上去只要翻两个个 上盐 再上点辣椒面 OK 本身它就特别的咸 烤时间长的话 你就咬不动了 像皮筋一样 李诗鹏是望角海鲜大鸡的老板 也是一名厨师 他被当地人称为 是最懂海鲜的厨子 每种海鲜 怎么挑选 怎么做 他都非常清楚 今天 李诗鹏要亲自为我们挑选几种海鲜 这个鲍鱼呢 是我们本地区的一个特产 我们鲍鱼圈 因鲍鱼而得名的 所以说这个鲍鱼的柚子 特别细嫩 这眼睛亮的 这种的就是好鲍鱼 再一个看它的腮 腮是鲜红的 再就是看它这个鱼肉的柚子 一摁 这样子的话呢 柚子有弹性 鲍鱼是里水就是 不超三秒 鲍鱼圈 因盛产鲍鱼而得名 脾气倔强的鲍鱼 最适合的做法就是炖 选取鲍鱼最嫩的鱼腩部分切断 再放到沸水里焯掉 用猪油炒五花肉片 炒出肉香味后 下葱蒜等 再下料酒酱油等调料 然后放入鲍鱼下高汤炖 用白糖提鲜 最后下豆粉条 撒上葱段 加断霸鱼就做好了 这就是本海尔最好的飞蟹 虽然个头有点小 但是说它特别肥 你看它这个幼质的话 一捏 登登的 主要是我们的海水粮 颜度高 所以说呢 就是渤海湾的飞蟹 是最优质的 让李时鹏十分骄傲的 渤海湾大飞蟹 捞出后直接切瓣 摆成倒立的形状 蒸熟后放入葱姜丝 再浇热油 放入酱料 倒立些能更好地吸收 海虾的汤汁和葱姜的味道 除此以外 还有清蒸踏板鱼 最新鲜的食材 帮忙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海鲜大餐上桌 让我们来品尝一下吧 一般海肠炒着吃 我是吃过的 但是这种穿着串吃 烤着吃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跟刚才看起来 形象完全不一样 它这个烤起来 然后吃起来 是耿啾啾的这种感觉 很有嚼劲 口感是不是有点 接近于那个鹅肠 对 有点像鹅肠 鸭肠的这种感觉 烧烤海肠鲜嫩爽口 脆脆的外皮包裹下 还有汁水的感觉 吃一口 让你绝对忘不了那个滋味 让我们再来尝尝 这道家炖鲑鱼 这个是特别酱香的 这种口感 而且鲑鱼感觉是 没有什么刺 肉质很紧实 吃起来感觉非常的香 而且没有什么负担 可以大口地吃这个鱼肉 鲑鱼只有一根主饰 这种家炖的这种做法 就感觉特别东北了 然后这个感觉汤汁 非常的醇厚 很入味 很香 鲑鱼可以说是 大海送给银口人 最好的礼物了 踏板鱼和鲑鱼一样刺少 肉更嫩 清蒸的口感更加鲜甜 倒立大飞蟹 也是蟹肉满满 吃起来十分过瘾 家童今天带我们来到 望海寨乘坐渔船 打算体验一天渔民的生活 带我们看看银口的海里 到底都有什么宝贝 我们现在已经在海上了 然后这个海风吹着 然后还能看到一些海鸟 然后海面上波光灵灵的 特别的漂亮 对面那艘艺船都是我们当地的渔船 在我们当地现在还有很多的渔民 是靠出海捕鱼为生的 我们现在在航行半海里左右吧 就到达我们今天的目的地 我们就可以下网捕鱼 望海寨是银口地区最早的小渔村之一 这里的村民世代靠打鱼赶海为生 随着游客越来越多 这里也有了很多游玩的项目 坐游轮出海体验鱼棉生活 就是其中一项 除了可以观赏美丽的海景风光以外 在船上还能唱KTV 欢声笑语在大海上飘荡 最让游客期待的 是可以亲眼观看到渔船捕捞的全过程 现在是大概离岸边 已经有八海里的位置了 然后我们现在在这边是要下网了 对对要下网了 咱一般能捞上来多少呀 捞上来个一百几二百几 下网了啊 因为近海泥沙较多 所以打捞起来格外费力 好几个渔棉齐心合力地把渔网捞出 再把泥沙冲走 渔网里的海鲜就露出真面目了 它这螃蟹这么大 这是什么螃蟹 夹着我了 这是什么螃蟹 这是四甲红 哦 太厉害了 我们那边就叫紫夹的 是吧 这钳子夹一下可真是挺厉害的 还有冲子是吧 对 然后我看这还有鱼 还有我们这个小海鱼是吧 还有海螺 可以看到海螺也是很大一个 对 我们看这还有皮皮仙 这个是海肚鳍 海肚鳍 对海肚鳍 然后我们看最多的就是这个螃蟹 是不是 对 就大的留下来 然后我看这小的咱们就 对 小妹我们就放个盘里 船上的鱼米告诉我们 一位渤海位于四大海的最北边 是黄河和辽河的入海口 冷热温差较大 水质肥沃 海水盐度特殊 从内陆的河流流入大量的有机物质 形成了鱼虾蟹的天然鱼场 这里的海洋生物生长周期长 小鱼小香慢慢长大 因此海鲜味道纯正 绕至肥厚 不过接下来的这一网 可是闹出来一个大家伙 我们刚才又捞上来的一网 这个可太大了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往海 这叫法就是沙哲 沙哲是吗 这一个得有多少斤 这一个一百斤二百斤斤都有 比我都重 这这么大还一个 就我们平时吃的那个海蛇 吃海蛇皮 是不是就是这个 海蛇肆就是这个 银口素有中国海蛇之乡的称号 全国百分之八十的海蛇都产自这里 这海里的海蛇可是不少 除此以外 新上来的龙里还有更好的宝贝 我们看到这个银笼里边基本上就都是我们的海蛇了 就是我们的疗参是吧 对对对 那我们这个海蛇算大的吗 对也算一半的不算大的 这还不算大 你到季节到季节来能处分 这个季节是最好的吗 这个季节不是最好的 那什么时候最好 在上冻吧 上冻之前四个月份 野生海蛇生长缓慢 但也正因为这样 让它们体内积累了更多的氨基酸多糖等营养物质 味道尤为鲜美 打捞上来的海鲜在船上直接下锅 灌入海水 盖上盖子点火煮 没几分钟就煮好了 直接盛盘上桌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赤甲红 我看捞上来很多 对这个只有我们当地才有在其他地区一直吃不到的 怎么样味道 这个海水煮过的味道真的是 感觉是加了这种大自然的调料 特别的新鲜 游客们欣赏着海上美景品 隐藏着刚打捞上来的海鲜 这样的体验确实不一样 到了渤海湾 就是能在海上看到捕捞的过程 然后看到渔民不容易 然后吃着新鲜的海鲜 觉得味道也很鲜 因为有海水整的海鲜 我们在家都是淡水整的 没有这么咸 没有这么美味 在望海站 渔船打捞上来的海鲜 下了船大都会拿到海鲜市场去售卖 也可以拿到附近的海鲜大排档里加工 高亚男是这家海鲜大排档的老板娘 从小在望海再长大 她告诉我们 很多海鲜只有当地人才知道怎么做 大饭店的厨师都不如她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捕捞上来的海褶是吗 对对对 感觉现在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就已经认不出来了 这个还能勉强认出来 这个是海褶的头吧应该是 海褶的皮子 海褶的皮子 对对对 咱们当地最好的海褶皮才是红的嘛 那这个呢 这个是海褶头 它俩在海里是在上面 这样是 你捕捞上来是这种 然后它粪解完 这个是头 这个是沙褶的那个角 是沙褶的角 就是相当于这个部位 上面的一层角 海褶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做法 口感也完全不同 海褶皮和海褶头直接切丝凉拌 而海褶的触角被当地人叫做海褶毛 跟肉片放在一起炒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现在让我们来尝尝这三道海褶做的菜吧 这个就是褶皮 生吃是吗 对 生吃的 这个要往里缩 像吃面条似的 真的像吃面条一样 一缩就到嘴里了 而且它这个口感是很滑溜溜的这种 很清爽 而且完全没有这种腥味 那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一道凉拌折头 这个口感怎么样 很脆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见 我这个嚼起来很脆的这个声音 嘎嘣嘎嘣的 跟这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再来试试这道沙褶毛炒肉 炒了之后 因为跟这个肉炒 所以它有一种肉的香味 很香 而且这样热炒了之后 我感觉特别的好吃 跟凉拌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般海褶是预热即化的 所以说也只有我们当地人 才能够把这个海褶热做 一个海褶能做出三道口感完全不同的菜 是不是很神奇呢 不光海褶可以生着吃 在营口 新鲜的海参也可以凉拌生吃 这是来自海边居民的自信吃法 接下来还有一道更令人感到神奇的菜 像这种清蒸的虾耙子可能你很常见 对 皮皮虾经常我们都会吃到的 但是这一道绝对是今天的硬菜 虾耙子豆腐 这个也是用虾耙子做的 对 我们就是用这个虾耙肉 做成这种豆腐的形状 所以说取名叫虾耙豆腐 这个吃起来完全跟我们平时吃的皮皮虾的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 特别香 对 而且真的是有点豆腐的那个感觉 而且很鲜 这道菜十分考验厨师的技巧和耐心 鲜活的皮皮虾需要手工取虾肉 倒成泥状 入废水 虾肉逐渐变成类似于豆腐的形态 再放入菜叶撒上盐 鲜活的皮皮虾豆腐免软细嫩 汤汁也是让人感到要掀掉自己的眉毛 相信你一定听说过八大菜系 其实在我们营口也有属于自己的地方菜系 那就是营菜 那这一站我就带你来打卡我们的营菜 好的 营菜是以卤菜为基础 融合东北菜特色 再结合营口沿海的特点增加海味 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美食风味 营菜 就感觉是胜利营 这个吃起来寓意不错 对 而且它的谐音是硬菜 是不是看起来我们这些菜也很硬 对 看着就很硬 馅鞭是银菜的代表菜之一 切肉丝后用酱油炒熟 再炒鸡蛋 超熟立黄 再炒酸菜 在酸菜上依次铺上海苔 肉丝 青红椒碎 海米 韭菜碎等七样菜 继续加热 再加一点水淀粉 出锅时整整齐齐完全不乱 吃的时候可以单吃一种 也可以混合起来用饼包着吃 这个菜原来没有这种菜品 结果历代厨师做菜以后 给它取益于现场 现变出来这么一个菜品 所以我给它取名叫现变 现变就是现场变的 对 现场变出来 我感觉这道菜就是能体现出来 我们东北人这种很随性的这种性格 而且也很聪明 现变可以选用各种食材 搭配酸菜食用 既随意又集聚地方特色 口味酸咸爽口 除此以外还有鲜子炖茄子 超熟蛤蜊后再油炸茄条 另起锅爆香葱蒜 放入青椒段和茄子还有酱料 倒入煮蛤蜊的汤来炖茄子 最后倒入蛤蜊一起炖 我们加入了用鲜子 煮鲜子的时候这个水 鲜子这个汁融合在汤里头 我们用这个水作为炖的茄子 要更增加鲜子炖茄子 这个鲜美度 除此以外还有嫩滑的锅油肉 外软里嫩 只有在当地才能吃到的 波罗叶饼 带着叶子的清香 加着豆角肉馅 十分香醇 还有煎汤小米菊飞蟹 海鲜串锅 通通都是硬菜呀 每天晚上 绚丽的夜景灯光亮起 国风舞蹈表演 混搭热闹的乐队演出 作为前奏 万龙广场前的后备箱夜市就开始了 在车前摆上摊子 架上灯就是一个简易的摊位 各种小吃饮品 创意手作应有尽有 不同于店里居间的氛围 很多摊主还会拉上极具个性文艺饭十足的横幅 写了大批年轻人来消费 非常好 热闹 好吃的也多 好玩的也多 我就觉得这种模式还是很新颖的 然后对于这些创业者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是方式嘛 跟传统的夜市不同 后备箱集市摊位的老板 大都是年轻的90后 甚至是00后 对于这些年轻摊主来说 白天工作 晚上出来摆摊 展示自己的手艺 邀请朋友来聚会 甚至实现自己的小店梦 都是自己选择加入后备箱集市的理由 这个就是我们这里最受年轻人欢迎的一栋酒咖 工作了一天之后 晚上坐在这里 吹着威风点上一杯鸡尾酒 是不是很惬意 确实 而且我看这边的酒的品类很多呀 这个名字起的也很有特色 我想点一杯种夏业之梦 那我就要一杯想去海边 好的 摊主玛丽的将冰块和酒 还有气泡水混合在一起 再点缀上植物 五彩斑斓的鸡尾酒就调好了 我这个种夏业之梦 还有你这个想去海边就做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颜色特别的梦幻 很好看 是啊 我这个想去海边也是我最喜欢的大海的蓝色 看起来心情都爽朗了很多 对 那让我们干个杯吧 干杯 这个卖梅花小蛋糕的摊位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这位摊主叫张欣月 是一名学音乐的大学生 利用暑假期间和妈妈一起来后备箱集市摆摊 她做的梅花小蛋糕 但相似异香甜软糯 很受欢迎 大家都说嘛 小时候的味道童年的回忆 然后我就会想 就是做这个蛋糕 然后帮大家回忆一下童年 就是大学生 就是针对我们这种快要毕业的 应该不仅仅是就是去就业的对象 更应该要去想一想再怎么创业 很多工作岗位都需要去尝试 就是不管成功也好 失败也好 就是想多锻炼一下自己 张欣月的妈妈说 起初女儿要来摆摊 她是言辞拒绝的 但是在女儿的坚持下 她动摇了 现在每天陪着女儿白天备料 晚上出摊全力支持 女儿的辛苦和成长 她都看在眼里 但是我一开始觉得 我说这能行吗 你说 根本就不可能行 在家本来就是说 也是一个比较浇惯的孩子 没吃过苦 没吃过力的 没出过力的 但是现在你看 我老公确实是还行 真是 因为她这个锅的重量 现在已经是二十多斤 她来回天天 你花一天得 一天得 得说是四五十锅吧 也是她人生的一个经历 也是一个锻炼 小小的后备箱 也可能变成大大的梦想 后备箱即是带来的烟火气 点亮了银口的夜经济 也让这里的夏日更接地气 看了这么多 你是不是也想来辽宁 引口逛一逛呢 五分钟停车场如何变身 人气夜市 开海后的海鲜市场行情如何 怎样值得实惠又美味 百年传承的飞椅美食 如何在生肖的老炉里 飘香四方 一种海鲁鱼上百种吃饭 同是青蟹 却有六七个名头 将军帽 狗爪螺 黄油蟹 生蚝 尝不尽的美味 尽在珠海夜市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